孝庄和多尔滚原是青梅竹马的恋人,后来被黄太极横刀夺爱,成了一对苦命鸳鸯,也有的多尔滚和孝庄之间有地下恋情。 有当代话来说,多尔滚出轨,已婚少妇孝庄,玩小叔子和嫂子之间的地下恋,也有人认为孝庄是为了保全儿子顺治地的皇位,迫不得以尾身求全下嫁给多尔滚。 对于孝庄太后和多尔滚之间的绯闻,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奸情呢?黄太极作为孝庄的丈夫,他生前是否对此知情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。 欢迎订阅观看,在黄太极病故之后顺治继位,此时多尔滚和孝庄有着共同的利益,孝庄需要借助多尔滚巩固顺治的皇位,而多尔滚则需要利用顺治达到自己权利的顶峰。 在清朝入关之后,多尔滚不断生腾的权利欲望,大有邪天子以令诸侯着之势,而孝庄需要稳住多尔滚为他所用,以保住自己儿子的皇位。 一日,孝庄决定召见多尔滚进宫,当时的孝庄刚三十出头,风采不减,甚至更胜他嫁给黄太极之时,这是孝庄第一次单独在慈宁宫召见瑞亲王皇叔父摄政王多尔滚。 也是他想了千百次却一直不敢做的事情,但他有不得不做的理由,他要笼络多尔滚以稳固顺治皇位,而且之前他求过一签,签文是花镜不曾圆克扫,藤门金矢未军开。 他领悟了诗句的意思,决定将自己的花镜向多尔滚打开。 多尔滚是第一次被传唤到慈宁宫,孝庄要他坐到炕上,多尔滚推辞说,小弟坐地上即可,孝庄起身走到多尔滚进前,说,瑞亲王请受小女子一拜,感谢瑞亲王扶助扶林登上皇位,多尔滚连忙扶助,连连说,阿姐不要折杀小弟了。 多尔滚在扶孝庄的时候,摸到了孝庄光滑细腻的小手,不由心神荡漾起来,多尔滚毕竟是热血男,且经过刻意打扮的孝庄,有意勾引多尔滚,多尔滚怎能受得了? 多尔滚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孝庄的手,轻轻抚摸起来,孝庄表现得很害羞,虽然有心理准备,但仍然很紧张。 孝庄用害羞而又充满挑逗的眼神看着多尔滚,多尔滚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,多尔滚无法压抑喷之欲出的欲望,紧紧地抱住了孝庄,开始亲吻孝庄,不,孝庄突然把头一秒,脸色严厉地说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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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敢这样无理? 多尔滚一正,欲火被孝庄的呵斥压了下去,急忙跪到孝庄身前,皇阿姐饶命,小弟一时糊涂,并为自己编造了刚喝完酒的借口。 然而,这一切都是孝庄故意为之,孝庄玩耳一笑,说道,锐亲王做了什么? 自己还不知道,宫外有侍卫宫女,只要哀家一喊,就会有人进来捉拿你,锐亲王,你可知罪,多尔滚心想,这个说得出就做得出,怎么办? 还是软化他吧,明明是自己需要男人,却还要百威严装清纯。 多尔滚哀求,小弟多年来一直偷偷喜欢皇阿姐,只是没有机会接见,今天单独见到皇阿姐,见阿姐这样漂亮迷人,一时没能把控住,小弟这完全是对阿姐的爱慕之情啊,谁叫阿姐如此迷人呢? 孝庄听后笑出声来,用手戳着多尔滚的料说,没想到锐亲王如此伶牙俐齿,说起话来这般动听,这真叫阿姐于心不忍了,孝庄下得抗来,扶下身子,让多尔滚的脸贴在了自己的胸口,多尔滚的欲望被挑逗得再次生腾起来,多尔滚起身抱起孝庄。 将软香放在炕上,孝庄再次挣扎起身,跪在浮相前,佛爷在上,锐亲王应该启示,永不背叛哀家,哀家才会从了他,多尔滚情欲难耐,立刻跪下启示道,我多尔滚永不背叛皇阿姐,决心以生命捍卫阿姐的利益,要是有不忠的地方,任凭佛祖责罚。 这二人体内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开来,孝庄和多尔滚在突破了关系之后,二人的利益更是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,为了巩固政权壮大实力,和周围的部落施行联姻,蒙古科尔沁部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。 1625年,年仅13岁的孝庄太后下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侧附近,早在孝庄太后嫁给皇太极之前, 她的孤孤哲哲已经嫁给了皇太极为妻,也就是说,按辈分,皇太极是不慕不态的姑父,但同时也是她的丈夫,不慕不态嫁给自己的姑父是为了传宗接代。 稳定科尔沁部落和后金之间的关系,也就是孝庄嫁给皇太极纯属政治联姻的需求,他们之间并没有所谓的爱情,孝庄在嫁给皇太极之前,一直生活在科尔沁部嫁给皇太极的时候,虚岁才13岁。 此时的多尔滚,也就14岁,按照满足结婚的年纪,多尔滚和孝庄这个年纪已经到了结婚年纪,但1625年,孝庄嫁给皇太极之前,孝庄和多尔滚两个人此前从未谋过面,两个人和来的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孝庄嫁给皇太极侧附近,也就是妾,按照后金规矩,一般情况下,他们私下见面几乎不可能。 1626年,努尔哈赤去世,皇太极继承后金汉位,皇太极成为后金大汉后,除非特殊庆祝活动,多尔滚和孝庄之间根本没有见面的可能性,1636年。 皇太极称帝,改后金为清,布木布泰被册封为永福宫庄妃,位列五大妃之末,此时多尔滚已经成为皇太极麾下一名冉冉升起的战将,战功赫赫的多尔滚被皇太极册封了瑞亲王,皇太极正值春秋鼎盛,虽然布木布泰不受皇太极的宠爱,但他也深知一入宫门深四海,以孝庄的智谋,此时他和多尔滚之间没有婚外恋, 再者,皇太极如此雄才大略,多尔滚和孝庄之间要是有私情,以皇太极的本性,多尔滚早就死一万次了。 1643年,皇太极突然暴毙。 由于皇太极生前为指定接班人,皇位继承人成了摆在大清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,当时皇位最有机的继承者是以多尔滚为首的一派,另一个是以豪格为首的一派,多尔滚战功赫赫,在八旗子弟中威望甚高, 又有两白旗支持,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,虽然比多尔滚低一倍,但他年纪比多尔滚还大些,豪格也是战功赫赫,作为皇太极的长子,父子子继,豪格又有两皇旗的支持,和多尔滚之间旗鼓相当,在多尔滚和豪格之间为争夺皇位斗得你死我活之际。 一向默默无闻的孝庄从后宫走向了历史舞台,最终皇位落在了扶林身上,也就是孝庄的儿子顺之帝,顺之帝当时只是一个六岁的毛孩子,毫无实权,更无战功,他能够当皇帝,这自然归功于他的母亲孝庄太后,从顺之继位后,多尔滚成了摄政王来看,顺之帝可以继位,自然是多尔滚和豪格两派势力妥协的产物, 这其中自然也是等价交换的,那便是孝庄太后和多尔滚之间达成了某些私下协议,也许有可能是尾身下架,皇太极去世后,为了保全儿子皇位。 孝庄太后有可能和多尔滚之间存在绯闻,但从多尔滚去世后,顺之帝对多尔滚的报复来看,孝庄为了保全顺之帝的皇位,肯定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酸。 自然,以清朝公规,在皇太极去世前,孝庄和多尔滚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地下恋。 多尔滚与孝庄太后同居多年,却没有子嗣,直到多尔滚去世后,人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 原来,孝庄太后根本不愿意为多尔滚生子,她对多尔滚虽有利用之意,但他们并非连理之好,作为皇太后,她必须考虑自己的生育。 如果与多尔滚有子嗣,必然成为世人的笑柄,有失体面。 其次,她也担心这个孩子会受到亲生儿子顺之的害怕,考虑到顺之个性的特点,很可能会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心生猜忌,为了避免兄弟之间的争斗。 她宁愿不要这个孩子。 此外,多尔滚自己也并不在乎没有自己的子嗣,她全心全意为皇室服务,所以并不执着于有自己的骨肉。 作为皇太后,孝庄必须时刻维护自己的生育和身份,她不能与一个并非丈夫的男人生子,否则将成为一个极大的丑闻。 再加上对日后被儿子清洗的担忧,她宁愿一直保持与多尔滚的暧昧关系,也不愿真的与她有子嗣,多尔滚自己对此也并不坚持。 她把弗林当作自己的儿子,早已将其视为亲生。 在这段历史中,多尔滚不顾一切地支持弗林登基成为皇帝,关键在于她是弗林为自己的骨肉,否则以她的权势,不可能放弃亲自登基的机会。 她全心全意为大清朝廷做出了重要贡献,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 多尔滚的去世使得弗林最终掌握了大权,开创了顺治的盛事。 人们不得不感叹。 多尔滚对皇室的忠诚和热情,对大清朝廷的开国之举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孝庄太后与多尔滚的过往和各种猜测,成为历史留下的一个谜团,让后人津津乐道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圣历史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